6月3日,一个别开生面的马术科技馆在昆明市天马行空俱乐部落成 该馆将通过全膝扇、互动屏、互动低幕等从科技角度生动展现马术魅力 据介绍,该科技馆的落成除了让市民更好地了解马术这项运动外 还希望为自闭症儿童提供康复帮助 从2017年开始,昆明市蒙多被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的孩子们 每周三便会来到该马术俱乐部体验马术 我们马术康复其实对于自闭症儿童的一个康复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已经在前三年的实验当中 每周都致力于这套课程的一个研发 那么现在再加上高科技的这个手段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到这群孩子更多的一些帮助 首先就是说马匹它在小朋友骑上去的时候 它能给到一个会让小朋友感到舒服的一个震荡 这个对于小朋友情绪舒缓这方面还是有很不错的一个效果的 在天马行空俱乐部 自闭症孩子们慢慢学会亲近马匹和马互动 并且通过这一亲子活动拉近和父母的关系 从马背上下来会很主动地跑过去抱抱妈妈 或者是在妈妈身上去寻求一些 你夸我啊,我刚才很棒,你夸我这样子的一些寻求关注的点 当天,一幅出自自闭症儿童的画作被作为礼物送给了俱乐部 孩子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它会有填充颜色或者说用一些棉球去粘贴 这些步骤可能对于普通的小朋友来说是可以去独立完成的 但是对于自闭症的小朋友,他们可能是需要老师或者家长 在旁边给到他们一些恰当的辅助 他们才可以去完成这样的一幅作品 吴孟娇表示,在未来 自己和团队将会把帮助自闭症儿童这件事情继续下去 希望通过马术治疗帮助他们走出孤独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